心很空 天很大 云很重 我很孤单 却赶不走 捧着她的名字 她的喜怒 爱了往前走 多久了 一个人心中 只有一个宝贝 久了之后 她变成了眼泪 泪一滴在嘴售 凝固成未寂寞 我会看有什么 那女孩对我说 说我保护她的梦 说这个世界 被她只要抵护 她渐渐忘了我 但是她并不晓得 天体鳞伤的我 一天也没再爱过 那女孩对我说 说我是一个小偷 偷她的回忆 在寂寞的脑海中 我不需要自由 只想背着她的梦 一步步向前走 她给的永远 不中 一个人心中 只有一个宝贝 救了之后 她变成了眼泪 泪一滴 在脱手 凝固成未寂寞 我会看有什么 那女孩对我说 说我保护她的梦 说这个世界 对她这样的不多 她渐渐忘了我 但是她并不晓得 天体鳞伤的我 一天也没再爱过 那女孩对我说 说我是一个小偷 偷她的回忆 塞进我的脑海中 我不需要自由 只想背着她的梦 一步步向前走 她给的永远不中 那女孩对我说 保护她的梦 说这个世界 对她这样的不多 她渐渐忘了我 但是她并不晓得 遍体鳞伤的我 一天也没再爱过 那女孩对我说 说我是一个小偷 偷她的回忆 塞进我的脑海中 我不需要自由 只想背着她的梦 一步步步向前走 她给的永远不中 那女孩对我说 谢谢 音乐是我的符号 三万英尺的高空 空气 它显得很稀薄 蓝色的天幕没尽头 我清楚自己要什么 做一个梦 透过窗口 那是我心 专属地方 绝对似有 我的渴头 纷纷缥缥的 愿是所有开始 黑黑白白是非都 无法打扰 过去是听得到 情缺再会来跑 我的梦不知年少 还有骄傲 纷纷缥缥的 愿是所有开始 不管多人累了 唱这歌就好 相信事情很好 再累我都回首 我知道有一天 梦一定出头 做一个梦 在我心中 在我心中 密码专属 只有我懂 一路走来 从没避光 纷纷纷缥缥的 纷纷缥缥的 愿是所有开始 黑黑白白是非都 无法打扰 过去是听得到 情缺再会来跑 我的梦不知年少 还有骄傲 纷纷缥缥的 愿是所有开始 不管多人累了 唱这歌就好 相信事情很好 相信事情很好 再累我都回首 我知道有一天 梦一定出头 纷纷缥缥的 音乐是所有开始 黑黑白白是非都 无法打扰 我确实听得到 心情再会来跑 我的梦不知年少 还有骄傲 纷纷缥缥的 愿是所有开始 无法打扰 人累了 唱这歌就好 相信事情很好 再累我都回首 我知道有一天 梦一定出头 谢谢 黄毅达的精彩表演 请移步到我们的身边 谢谢 刚刚两首金曲的连唱 不知道屏幕前 有多少的粉丝朋友 应该也是跟着大家 一起来唱 欢迎黄毅达 太好听了 是 真的是属于我们只要 在现场听到那个前奏 想起来 就要都跟着哼的状态 是这首歌 克敬DNA的感觉 没错 先请移达来跟大家 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 可以在现场 跟大家见面 谢谢 谢谢 黄毅达从16岁就开始 踏上了音乐创作的 一个道路 我们也一直在听他的歌 其实从懵懵懂懂的少年 一路上跌跌撞撞 如今到舞台上 可以说是闪闪发光 我想问一下宜达 如果回想一下你的16岁 你觉得你少年时候的 那个梦有实现吗 呃 实现了 嗯 就是歌迷朋友帮我实现了 不是我一个人自己实现 对 大家共同帮你来实现 因为我只喜欢写歌 但我没有想到说 会有那么多的歌迷朋友支持我 是 然后让我可以有机会发唱片 嗯 然后当然呢 跟分享 跟大家分享就是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嗯 一定要很努力 然后不能放弃 一定要坚持到底 到最后呢 总有自己的蓝天 是 说得太好了 你看是小年夜了吗 那可能马上要过年了 说到过年啊 每个人心目当中 都会有那首属于新年的BGM 我们来听一听 黄毅达你心目当中提到过年 最先想起的旋律是 因为都有一个特别洗脑的 然后时不时呢 每次要过年的时候突然就 脑海里就会哼出这旋律 是 什么歌 哼两句 哼两句给我们听一下 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唱的 好 他会不是觉得在我脑海里就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组合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老慧突然就冒起来 是 这首歌的确是大家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新年的歌曲 但是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小年夜的现场 可以来一个不同版本的新年好 大佐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你要当着黄毅达的面 跟他PK一下 你想看我 你的版本 你来两句来两句 我也 你期待吗 黄毅达 非常期待 听别人唱歌 我给他来两句 来吧来吧来两句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健身祝你新年好 没有这趟没有附带 健康健身 带回家 必须鼓掌 很特别 必须鼓掌 是大佐的这一版 简纯新年好啊 当然在这里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代表我们独家冠名商 君乐宝简纯酸奶 希望把所有美好的祝愿 都送给此刻正在收看直播的您 健康送礼选简纯 健康生活喝简纯 简单纯美中国年 在这儿 简纯也要祝大家新年好 是 亦达觉得大佐唱得怎么样 我觉得唱得特别好 然后改的也很 现场发挥特别像 现场发挥 这个不是现场发挥 是我在家里喝简纯的时候想出来 是你想出来的 你在想想 但是专业歌手认可了你的唱功啊 佐哥 我觉得主要是不仅是专业的歌手认可了我 而且呢我觉得简纯如果以后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考虑一下多多多一点人来唱一下广告歌 好的 不同职业的都可以啊 是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啊 其实今天能够跟亦达来聊天 之前大家对亦达多少有些了解 就是你在江湖上有传言就是那种话比较少的人 而是 所以生活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偶尔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色恐 因为马上就要过新年了一定会有很多聚会嘛 聚会当中就会有时候会不会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去交流 有没有一些小妙招交给大家 就我自己呃 私底下就真的会比较色恐 是 但在工作方面我就必须得得要专业一点 所以就会比较多聊 抖的时候压住自己的胳膊 但但我自己出去我真的会会有点怕 害怕 对 然后包括跟跟一些陌生人在一起突然聊天我也很怕 很开心能够在工作的场合遇到你 对 但是我 哈哈哈哈 当然因为我在读音也说到有两个关键词还挺好用的 哪两个 一个就是 人嘛 哦人嘛 然后一个生活嘛 哦生活 我就觉得好用你知道 就是有两个万能梗 对 当你不知道该接什么的时候 一切都可以用这两个梗接住他 真的吗 那我们试试 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大佐 竟然当着黄义达的面要给你PK唱功 唱一个完全不同于你的版本 他是怎么想的呢 这生活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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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说汪冲这种人自己唱不了歌 还要说我唱歌有问题 你说他是怎么想的呢 哎 这句我接人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哈哈 不是我说啊 略微有那么一点声音 还是用生活嘛 有用有用 可以接得上接得上 当然可以接得上 我觉得可以接得上 对对对 我们以后就了解黄义达了 当他说这两句话的时候 就是不想再接你的话 哈哈哈哈 结束了 你说黄义达明明有点设恐 为什么还要跟我们玩个 哎呀人嘛 对 生活嘛 哎呀说的对 对 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 义达这些方法哈 在即将到来的兔年 义达有没有什么样的新年愿望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的愿望特别简单 而且是每一天都一样 就是一定要开心 嗯 对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开心 比如说工作工作很累 但我选择开心的去做 是 对 然后呢面临自己的梦想呢 我开心去追 是 对 对 我们在这边也希望义达 和所有的我们抖音的朋友们 都能够开开心心 是的 那我们也特别的感谢 义达来到我们的现场 竟然还跟我们玩梗聊了 这么半天 哈哈哈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少许休息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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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是